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特别的耳根儿 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 我令你认识认识 认识认识我们土耳里的人啊 新秋 重渊说他再也不生日礼物了 啊 怎么了 他说前些天你送他的生日礼物有些难以接受 没什么呀 不就是带他去游乐场玩了一天吗 哦 你说的游乐场是刚好建在重云家大门口 而且路口写着只允许重云路内游玩的游乐场吗 对了 还有游乐场的名字 呃 秋云乐园 秋云 原来他在意这个吗 那改成云秋乐园吧 其实我对这方面无所谓了 诶 你扯到哪儿去了 重渊只是觉得你送的礼物太贵重 今天这个不贵重 我自己做的 什么 之前跟你学的凉拌杏仁豆腐 他爱吃这个 就 我说你怎么没事闲得找我学做菜 比前些天师傅让我教的跳广场舞还离谱 凯亚哥哥 哟 小可莉也来了 凯亚大哥为什么比我们先的 大家赶快进去 夜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凯亚队长最近私生活蛮精彩的嘛 只是敢不敢跟你兄长分享一下啊 和他分享啥 凯亚 你今晚还是避避迪陆克吧 他刚刚停车去了 马上会过来 避他干什么 他不会发现我往他内裤里放蒲公英种子的事了吧 你们俩这家庭生活还真是诡异 不对啊 我记得他今早明明没穿那股 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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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知道凯亚哥哥有没有对他的黑色史莱姆过来 哈哈哈哈 黄鳌肠哥有没有对他的黑色心自在 凯亚哥有没有对你的黑色心自在 就下话睁开 什么样的节奏 是最压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 留下那腕子清红一片海 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足在 我要唱让要找唱的最童话 看你之前总喜欢捉弄重云 没想到现在这么有心 不过 你不能只想着送礼物啊星秋 星秋 我觉得 你重云那铁板板的性子 既然说了再也不收你礼物了 就不会轻易收了 要不这样吧 等会重云来了 我帮你送 就说是我送的 等它吃完之后 再收拾你亲自做的 怎么样 星秋 重云去你那游乐场玩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从货门进啊 喜欢这样 小朋友 梨 可以 改双 我们 好 刚刚 有看到凯亚吗 往那边走了 谢谢 谢谢七七大人帮忙解围 往那边走了 五个字 五瓶椰奶 欠条 欠字 你们黎月仁都这么会做生意吗 觉得贵了吗 那吃掉最后一个许词 只剩你四瓶椰奶 以后又活 还找我 重云 你终于来了 怎么 巴巴托斯大人的生意 已经开始了吗 还没有哦 快跟我来 给你看样好东西 干什么 这么神神秘秘的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两饭鲜仁豆腐 请你吃 谢谢你 小灵 要在这里吃吗 要不还是去外面餐厨是吧 嗯 外面正式宴席 还得等好一会儿呢 你总不好意思 自己先开吃吧 你能忍到宴席开始吗 这里没有辣椒吧 香凉你是知道的 我有一种羊肠鲜鲜鲜 一丁掉它都吃不得的 你不肯定吃不得了 怎么会 我又不像行秋 一肚子坏水了 九鼎 seller 要是 肉本数 不过 他们早 化妞 也做得了 人的口水有解辣的功效 我就知道 北斗姐姐一定自带辣椒酱 北斗姐姐 能不能给我一些 当然没问题 不过妹子 你多少给我留点哈 没有辣子 我吃不进去饭 香灵 就凭你都拿去吧 我这里也带了一小瓶 我记得年光姐姐 不是口味很清淡吗 你刚刚忘了提醒香灵 辣瓶辣椒酱 是你自己特制的变态辣 不碍事 我记得香灵妹子 也很能吃了 我 那你怎么这么大反应 我也没放多少辣椒呀 是中间天空最美的姿态 5? 6? 6? 8?